為了可以去到鳳凰山看日出 我們在前一晚就去了青年女社那裡先睡一晚 然後凌晨的時候就出發 經過鳳凰觀日牌 去到斬柴坳 然後最終就上到鳳凰山頂 然後看完日出之後 我們就會走鳳凰境的第三段 下去白宮坳出去 首先我們會去東中站 踏23號巴士去到朗平 車程也挺長的 大約一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朗平市集 因為去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 就已經沒什麼人 不知道明天的天氣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看不到那個照片 可能也看不到日出 然後我們就到了青年女社 在這裡只有兩層 首先要先去登記 然後我們的晚餐就是宵夜吃 在這裡可以租帳篷或者租房 而我們這次就是睡房 一間房間裡面就有兩張錄架床 可以睡四個人 短暫睡一覺之後 大概三點鐘就要起床準備出發了 首先就很匆忙地先吃一個早餐 然後就要準備好我們的頭燈 如果要在晚上行假 我每一個人都要打一盞頭燈 出發的時候 因為是天黑 所以什麼都看不到 就一定要著了盞燈才會看到 在這裡就可以引用人看到是鳳凰冠日牌 也看不到 太噁了 也是看不到 你要照顧一點 真的好煩 完全都看不到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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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灰狼 還有 還有米色灰 因為太黑了 除了在浪平這個老牌那裡 也拍了一段片之外 其實其他片幾乎都是黑色 所以就沒有展示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上到鳳凰山頂 上到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在 而避風位已經被人霸了 我們可以見到 有少少的一柱橙色光 但是看到更多的呢 都是雲海 所以我們在那時候 猜到看日出的機會 都不是很大的了 在這個時候呢 天已經光了 但其實呢 太陽還沒真正出來 而我們呢 就決定了等多一陣 先看一看 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天就突然變得很慘 相信呢 現在就是日出了 但太陽呢 就在雲後面 所以都看不到 看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下山 然後呢 我們就會經這個 鳳凰境的三段下山 下山之前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臨時避風站 其實裡面都挺大的 不過我們去的時候呢 那些人已經把入口封住了 不讓其他人進去啦 日出那邊呢 就很大霧 和很厚雲 但是呢 後面呢 就很好天氣 和雲都很漂亮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下山了 我們下山的時候呢 前面依然都是很大霧 和看風景都不太看得遠 不過呢 就在絕耶穌瓜那樣透下來啦 這個呢 就是藍天門了 這裡的芒草呢 應該就開始膚毀了 因為都已經看到他們很乾了 我們下山了 我們下山差不多呢 就終於看到有人呢 走上來啦 都是在這裡 還差少少就來到白宮咬啦 再走上去 下到这里真的完全不同了 刚才那里两边都是很矮的芒草 而这里全都是很高的绿色大树 最后我们就下到白宫坳了 如果还有体力的话就可以去到对面走上大东山 不过我们就会在那里搭巴士回到东冲站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条影片就按赞和订阅我 你们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还有记得看我其他的影片